肖战又断层,知情人爆料肖战将出席微博之夜。 杨子发微博表示希望与温暖从不会失去。 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即将开启,最近这段时间微博之夜活动备受关注, 此次微博之夜活动中,年度热人物,微博King Queen进行了投票, 每次肖战一出现,都是断层的热度,这次也不例外, 不得不说,他在娱乐圈中真的属于大神一样的存在。 一起绝尘登上榜首位置,不高调都不行呀。 前几天网转肖战将不出席此次活动,量了一半粉丝们的心, 粉丝们是真的非常想见到自己的偶像呀。 现在的肖战经过227事件,变得沉稳内敛, 已经尽量把自己压得很低调,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对他的了解, 事情明朗以后真的很心疼,这个笑起来阳光又治愈的大男孩。 星光大赏上的那片红海更是见证了肖战的不一般, 红海不仅震惊了晚会现场的其他观众, 也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骑士。 粉丝的忠诚度就是对优质演员的见证。 除了上次米兰时装周活动, 他都低调的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 但每次的出现都是最耀眼的。 只是最近几年,肖战除了拍戏还是拍戏, 很少出现在综艺和娱乐活动中, 磨练演技,成为他的目标。 去年他和杨子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播出, 2020年的微博之夜King Queen首次的合作, 余生夫妇更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真到现在还有人在科这对CP, 甚至将CP研制到戏外, 可见大家对他们在喜爱。 据网友可靠消息爆料, 肖战不仅会参加微博之夜, 还将会蝉联大奖, 就目前为止肖战的票数最多, 遥遥领先,继续蝉联微博King, 也是众望所归。 肖战影响力和实力俱佳, 真正的实力派, 走出国门为国争光的实力, 更是肉眼可见, 这样的肖战怎能不受大家的喜爱与推荐。 大家都知道肖战还有戴波剧《玉古摇》, 民国剧梦中的那片海即将播出焦阳伴我也已杀青, 以后势必强势回归,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与此同时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杨子发微博表示希望与温暖从不会失去。 杨子发微博表示希望与温暖从不会失去, 要迈出一步等待光的到来, 心理疾病的患者首先也要自己迈出一步等待光的到来呀。 今晚女心理师的贺顿超专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